嗨大家好我是Dann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Danny 今天right now 已經是2017年了 所以新年快樂 每到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開始整理我一整年度最喜歡的產品 然後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Top10的保養品 在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年最喜歡的保養品之前呢 先跟大家講說我是混合乾肌 所以等一下你看到很多產品啊 是會對於就是 屬於就是混合乾肌的我 是有效的東西 而且我肌膚不算是過敏肌 所以如果你是過敏肌的話 在你嘗試就是 試用我等一下分享的產品之前 還是要先多做一點功課 或者是使用在你的手臂內側 或者是脖子等等的地方 確保說你對這些產品是不會有過敏的 今天我要介紹的產品 沒有分就是第一名到第十名 就是我每一樣東西我都很喜歡 所以我們就是按照保養的步驟開始講好了 第一樣產品是Kyosan Yamashin 白泥面膜 然後這個面膜我是在十二月初 真的是很粗的時候買的 才用大概一個月 我就無法不用這個東西 它用起來非常的乾淨 但是會讓你的肌膚感覺非常的細緻 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很乾 或者是將你皮膚中的所有水分都給抽離 當我找到就是Kyos的白泥面膜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這個是 算是我這一兩個月來 我覺得真正的有幫助到我的肌膚的一個泥巴面膜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吃Kyos的白泥面膜的話 趕快入手 再來另外兩個面膜呢 這個面膜我已經講了好多次 那就是Irita他們家的面膜 我真的超級愛他們家的面膜 一開始是先寄給我公關品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愛上它之後 我就是自己都會買啊 然後買來送朋友啊 買來送你們啊 真的很好用 Irita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是在台灣製造的 最喜歡它的地方是呢 我覺得它的質地非常的保濕 而且使用起來非常的潤 它的質地不像是一般的就是棉 然後浸在精華液裡面的質感 它就是棉之外 它還有浮一層就是 軟Q的一種滑滑的質地 所以它有點介於像是膠膜 但是又是棉花之間的質地 它浮起來真的很潤澤 然後很保濕 就算喔 你看它這個是坦潤肌密修護面膜 然後這個是極淨白透亮精華面膜 這兩個敷起來都非常的保濕 然後印紙要挑的話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個修護面膜 因為我只要敷這個修護面膜 接下來至少三天到一個禮拜 我的肌膚真的會保持就是一個很完美的狀態 好接下來是化妝水 然後你們都知道說我心目中最好用的化妝水 是QS的金展花植物精華化妝水 那也是我去年大賞的第一名 因為我真的超級愛它的 我用完那一罐之後呢 我就跟自己講說 不能再用就是一樣的化妝水了 因為EVER我今年又只能在講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今年呢我就有多試了很多家的化妝水 然後非常非常難得的 我接觸到了一個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呢是Pieter Thomas Roth 就是彼得羅夫他們家的化妝水 它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然後在9月份的時候才進駐台灣 這一個化妝水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生態的化妝水 所以就是有抗勞啊抗皺啊 彼得羅夫他們家化妝水我很愛的地方 是因為它裡面有細細的精粉 所以它到化妝水之外 又可以當前導液使用 你上在臉上之後呢 它會完全的吸收 而且是會呈現一種有一點點半露面的質感 所以你之後如果要上妝啊什麼的話 都是非常的適合 不會就是黏黏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可不看得到 它是屬於那種很濃稠的那種凝露型的化妝水 很棒的地方就是抗皺 但是又保濕 所以Overall是一個我很推薦的一個化妝水 再來使用完化妝水之後就進入精華 然後今年呢我還找到蠻多我很喜歡的精華 先來聊聊這一個好了 呃這個是SK2他們家青春露 然後SK2他們家青春露跟我 就是一個又愛又恨的關係 因為當我肌膚狀況還不錯的時候 我用青春露我的肌膚狀況就會更好 但是如果肌膚狀況沒有特別好的話 我使用青春露我的痘痘啊什麼都就會變得更猖狂 上次我有機會跟SK2他們家的老師聊一聊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因為使用了青春露 所以他加快你臉部上面的那些代謝 所以你會覺得說那些痘痘為什麼長得特別快 那特別的猖狂呢 就是因為使用了青春露才會加快 就是臉上肌膚這些問題的代謝 所以我真的覺得青春露真的是一瓶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精華水精華露 使用青春露真的是短時間之內就非常的有感 你會感覺到你的肌膚變得更有光澤 再來這個精華呢我現在到手上剛好沒有 然後我非常非常的就是垂心肝 因為我明明就有買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把它藏在哪裡 因為我就是常常在試不同的產品 所以好用的東西我都會先買一支就藏起來 這個產品呢就是Irita他們家的保濕精華 然後呢會把它全名key在這邊 因為我就是沒有瓶子我就會忘記他們的名字是什麼 這個精華呢非常非常的好用 是因為它很保濕但是它吸收超級快 我很難想像說它是一瓶精華液 我很喜歡就是妝前的時候使用它 或者是甚至有的時候今天我只是想要化一個妝 然後我懶得就是走完所有的什麼化妝碎啊精華液啊 乳霜的步驟的話 我可能就只有使用這一瓶精華液 真的會讓你覺得說好像一瓶可以抵三瓶用的感覺 然後雖然它的味道不好玩 這我必須承認 但是它用起來真的很有效 而且我覺得是個CD值非常非常高的一支精華液 接下來這個精華液呢是我的急救型的精華液 它的質地呢是屬於比較滋潤型 甚至是比較油性的感覺 也就是碧歐斯他們家的神奇亮膚精華 然後它是裡面有含風王漿的那一個 這一個精華液呢 我當初其實是在一個朋友家使用的 我不知道有誰跟我一樣 我非常的喜歡去朋友家 然後打開他們家的那個浴室裡面的櫃子 看它是用什麼保養品啊 或是翻人家的化妝品啊 然後看它是使用什麼東西 我就有一次就試用到了我就是朋友它的這一罐 然後那時候用完之後 真的驚為天人啊 它是一個油狀的精華液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我是一個非常喜歡精華 精華油啊精脆油啊的人 所以我使用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它超級無敵的潤澤 它可能需要花還是要花一點時間 讓它按摩進去你的肌膚裡面 可是它真的很快吸收 而且真的是馬上就有肌膚有變好的感覺 那如果你長期使用下來的話 你的肌膚真的是會覺得說 它慢慢慢慢的有比較修復你臉上的一些瑕疵啊等等的 那像是我剛剛講什麼Irita那種的話 像BO4這種比較稍微油性一點的話 我就是傾向就是晚上使用 甚至可能一個禮拜我就用這個 就是三四次就是不會每天使用 如果你是乾肌或是非常極度乾肌的話 你可以考慮帶這一支精華液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的滋潤 然後有一種可以深層的 然後滲透到你肌底的感覺 所以這支精華液呢 我也是今年2016年的新發現 雖然這個品牌就是已經 就是紅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都沒有使用它 也很多原因是因為 我家的那個去城市呢 每次在BO4的專櫃前面 都一定會有一個阿姨 就是一直強迫推銷 一定要買他們家的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其實對這個品牌還蠻反感的 因為我就覺得說 就是我每次經過BO4的時候 它就一定要就是強迫推銷我買他們家的東西 但是使用了他們家的東西之後呢 我的感官就有改變很多 就是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接下來呢我要介紹的是眼霜 那眼霜呢就one and only 我這一整年就是只愛用這一個 我換了幾個眼霜就是五感 所以五感就是五感 唯一真的是讓我有感覺的就是 是SK2他們家的RNA的Stand Power Eye Cream 然後我忘記它的中文名字 因為它上面是日文 我在年初一月的時候 我就跟你們介紹說是我的最愛眼霜 現在已經2017年的一月了 始終還是我最近最喜歡用的眼霜 當下用的時候真的會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你可能過了幾個禮拜之後呢 你就要摸摸看你的眼周的肌膚 你就會發現說有用眼霜的地方 跟沒有用眼霜的地方 有用的地方真的是細緻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你可以摸得出來就是有一個間隔 像是欸細緻細緻 欸又不細緻了 就是只有這一袋摸起來才是細緻的 然後我真的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我使用的這個SK2 好像是它的舊袋的 因為它現在2016年有出一個 它的進階版叫做什麼大眼霜 但是因為我一直還沒有使用大眼霜 我還是乖乖的使用它們的初代 然後我知道SK2他們家的單價真的很高 可是我真的用了之後回不去欸 我真的覺得它真的能夠非常非常有效的 就是讓我眼周的肌膚看起來更細緻 然後你會覺得這些細緻就慢慢的抚平 就是這個很厲害的東西 最後呢是霜霜的質感的 這個品牌呢我是第一次接觸 然後我相信很多人都認識這個品牌 因為如果你常常去沙龍做臉的話 你就會認識這個品牌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品牌叫做Matisse 然後我是因為我同事強烈的推薦它 所以那時候我就買了 然後這個是它的青春幻顏水蜜乳 我那時候就是對就是沙龍的東西 並沒有太熟悉 是因為我平常不習慣去做臉 它給人的感覺就是它會將你臉上的那些 所有的化妝品給封起來 然後是一個很保濕的一種屏障的感覺 然後非常的喜歡 它最後的質地還是會有一點點就是水水潤潤的感覺 不算是完全清爽型的 所以當我肌膚是特別乾的時候呢 我就會習慣最後再用Matisse的這一個水蜜乳封起來 這個呢我就會非常喜歡在晚上的最後一個步驟使用 就是使用了就像沙龍的保養品 就覺得好像自己有點level up的感覺 然後如果你剛好有在做臉的習慣的話 你可以多問問看你的就是沙龍的老師 老師問問看有沒有這個東西可以讓你試用看看 最後呢這張產品呢算是我覺得是年底 就是突然殺出一個陳咬精 因為之前呢我都沒有注意過這個品牌 我認識這個品牌很久 但是我始終對他們家的東西就是 好像一直沒有太大的興趣 然後在一個音樂的機會之下呢 我試用到他們家的產品 那時候我是先買了他們家的那種 你知道小小的旅行組 想說就是都來sample看看 然後我就使用了第一次我就愛上了 一次就愛上了 然後我就去買了大瓶的 這個是philosophy他們家的一瓶希望 然後我印象中他的中文名字是肌膚哲理 這一個是他們家的新版的一瓶希望 然後一瓶希望他就是一個保濕霜 但是他的保濕霜的質地呢超級清爽的 你使用在你臉上之後他會馬上的吸收 而且會呈現一種有一點點霧霧的質地 所以你知道我很喜歡就是上妝前 是喜歡使用這種比較半霧面的質地的霜類 所以如果早上我還有時間是用霜的話 我一定會使用就是肌膚哲理他們家的這個一瓶希望 真的超級好用 而且真的是會讓你覺得說你的肌膚有保濕的感覺 保濕的效果可以維持一整天 而且你的妝會比較不容易脫妝 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一支保濕霜 然後千萬一定要買他們新一代的 因為他們舊的那一代真的超級臭的 聞起來就很像髮膠 所以你在買的時候確定要寫說 Renew the hope in a jar 新一代的一瓶希望 而不然舊的那個真的是超級臭的 然後它有一個對應的就是一黑一白 然後黑色絲晚上使用的 那一瓶也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是極度滋潤型的 但是如果像是白天日霜的話 我會強烈推薦你去帶這一瓶 然後如果你是油肌的話 我相信你也會很喜歡這個 因為它真的使用起來非常的清爽 好以上呢就是我2012年最喜歡的十大保養品大賞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非常的愛看年度大賞影片的 所以希望你們喜歡 你接著保養品 我還會跟你們介紹我的彩妝品 然後還有最喜歡的十大紫彩 保養品對我來說選擇還蠻簡單的 因為今年我試用下來就覺得真的很有感的東西不多 所以就很快就可以挑出就是十大我最喜歡的 但是我跟你講 彩妝品真的超級難選的 所以你一定要鎖定下一集我的十大彩妝 好啦然後照慣例我的instagram在這邊 四位等你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然後我還有snapchat我還有facebook 然後可以按照你個人喜好自由挑選你想要follow的頻道 性情期待接下來我會有更多就是 今年度的2016年大賞的影片 好啦然後同一個時間也是星期天八點 在我的頻道四位等你會PO一支新的影片 所以記得按下面這個紅色的訂閱鍵鎖定我的頻道 所以每個禮拜天你會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好啦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Bye Bye